這個我算前輩啦 此風不可掌 因為前陣子真的有很多位這個 民眾也好 這個遠景也好 因為這個受傷 非常不好 談到陳喬恩酒駕 吳宗憲自嘲 曾經也犯過同樣的錯 但強調身為藝人 真的不該做不良示範 台灣這是一個鳥事 這真的是一個鳥事 然後當然就是說 最主要 最糟的一點 就是說不應該是一個 不良的示範 就這樣 那我們自己要稍微深刻的 去檢討自己 不過孫德榮日前爆料 當年陳喬恩與憲哥主持節目時 在攝影棚喝酒遭冷凍一年 憲哥倒是不在意 我覺得有喝一點也沒關係啊 對啊 因為那節目收視率 當時是六點多 對啊 你就喝醉躺在那裡 有六點多也OK啊 不過吳宗憲也在鏡頭前說 真的不要喝酒開車增加危險性 在節目上大唱英語歌曲 憲哥在李九哲面前拿麥就開唱 兩位金曲歌王互尬十分有趣 愛唱歌的吳宗憲宗憲 宣布七月底將在小巨蛋扮演唱會 七月二十八 對 你想搶票嗎 哈哈哈哈哈哈 曾獲第三屆金曲獎歌王 吳宗憲歌唱實力堅強 即將攻斷的消息一出 讓網友一片叫好 也讓不少藝人都很期待 記得文凱成 張彥晨特別報導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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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